财富投资速度是致性关键 买卖港股美股操作简易 现金拉展账户一言切换 港币、美金、人民币灵活调度 系统优化界面清晰 全新升级版傅幸通 助理落盘快、狠、准 有傅幸通投资路上倍轻松 富昌在线,步步领先 大家好,欢迎收看每一日股评 现在来到美市时,恒新指数最新跌幅是479点 内部移民有1183点,成价1262亿 不如看看近期非常关注 北向资金 今早已正流出 午后有没有好一点呢? 真是看到好一点 看到北向资金正流出 由早段的二十几亿、四十几亿到现在 转回流入 因为美市涌入了一点 不过就未说很强烈地立即涌回 但我看到有大约十亿左右的正流入 起码就 出了一月之后有回流入一顶了 现在的成交额榜上有什么移动 跌得比较多的有美团跌5% 另外如果有5% 快手跌5% 小米跌5% 另外就是726 即是科子号装量跌7% 商汤就是升5% 今天到底跌什么呢? 很多的消息面上就自然聚焦了在忧虑现在中美紧张局势加剧 有机会就有一些市场的波动 但我也是 大约今早或者中午 我看到中午其实都在说 会不会是要打仗呢? 是不是要开战 为什么不停跌? 或者射炮弹 会不会有什么? 或者会不会爆台海战争? 我觉得今天那个跌 这里是有一个消息面上的利淡消息 但另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我反而着重在那边觉得比较重要一点 就是星期五出了飞龙就业数据 令到因为这两个市场 美股还是港股都是 最主要是炒美国放萌監释 美国年底减息 这是全球都要看的东西 因为这样的情况导致人民币回落了一点点 因为这边其实是港股还是任何全部的股市 这一轮就是炒放萌加息 放萌加息的预期缩减了 有改变了 令到这个震荡 反而这边为主 导致北向资金有外流 或者人民币有回落 因为近期都会有一些 除了那些 现在的加息的预期 还有 简单来说 现在因为短线急升 所以总会有一些 获利盘和鞋货的沽压在 虽然现在有个 中美紧张的局势有加剧 如果你说要去忧虑这些因素 其实这些是一些 很中长线的因素来的 一直都在 从来都没有解决过的了 只不过 这些因素在来的时候 市场慢慢已经会 pricing了 可能已经跌了 之后就会自行调节了 暂时没有 可能你长线一点的部署会有这样的忧虑 但是因为短期大家都会看到 机会的时候 为什么还有一些资金 有外资会继续涌入来 就是这样的原因 比如如果你说 会不会有台海危机 你以台积电为例 为什么有这样的恐慌之下 股神巴菲特都入台积电呢 其实他入那个价位 他出过 他就叫做 disclose这个交易的时候 他说第三位 大约应该是80左右的水平 他就不是说 专门 可能那些人见到 出过消息 一定是前排60元的时候 不是因为 他们是看得比较长线的部署 就不会好像 我知道 有时 一些网上的散户 可能对于一些波幅很紧张 他们看得比较长线 就不会说这样 为什么他都会入 因为很多这些危机 你一直都在 但是慢慢市场会有一个调节 或者 比如公司自己都会有一个调节 你知道有这样的危机 会搬去其他地方 散步你的生产线 现在 为什么会这个短期内 或者上半年左右 都会继续去看好中国的市场呢 首先呢 因为这个加息的预期 虽然上个礼拜 动一动加息预期 搞到很多的市场都大震荡 不叫大震 有少少的回吐 这个影响之下 是轻微 但是变了他们的方向 或者知音拆了些什么 比如之前还在涌入债市 拆了些什么 就继续是偏向 其实你是看哪边的拉力大一点 那还是偏向是在炒加息霍宏那边 那边还是见到那个力 还在那 或者资金都还是在那边为主 未真是说有个大逆转 而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国是会 其中一个特别跑赢的市场 因为 这个这样的美汇药的情况 其实资金就流向新兴市场 那中国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在 在新兴市场里面的股值会比较吸引 或者逆后的复苏会明显 又或者是 比如看起来 现在IMF比的增长预测 那中国呢 GDP的预测呢 那今年都预计是由5%以上的 那所以 这一边都还会是一个可以比较去 持续比较偏看好 那另一个呢 就继续都是那些 就是很长线的整个发展的 可能都还在那儿的 现在究竟 华府对于高端芯片发展的一些 阻碍都会仍在那儿的 那这些比较长线的事情 就难以说突然间怎样去解决的了 那今天的市况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 快点说一下一些刺激少少的事情 不是大家 太闷得就是 睡着了或者转了台 那就是一只商汤 不过原来都开始竞价了 那商汤呢 今天是逆市上升的嘛 都挺明显是 晚红从中1.6 那升幅有6%去到3元的 这几天都有观众问起 都说可以进入一下这些人 就是最进取一尋日 那看多日就今天 那都OK了 那今天呢 就试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太过急升了 之后 回回一些又再起的 那有一个防守位 就是2.7号3 就是你一路持续上来 或者之前有下货也好 或者今天才进 这样也好 就2.7号3做防守位 上网就首先要收到3元以上 收到3元以上之后 之后再多上一个顶 有点远 其实没什么近的顶 这个好像很夸张 是因为它下来的时候 都是这么夸张 没什么近的位置参考 顶去到6.3 比较遥远 还有是 这里有个裂口 那时候6月30号大跌的时候 这个裂口就是5元 都是啦 其实上面那些位就参考 有哪里会有些重要的阻力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是看着逐个底 其实你上的时候 你看着下方逐级上 这样会比较重要一点 如果是一个资金面上 或者走势上 看着那个momentum去炒 看着走势去炒的时候 那究竟有些什么特别的消息呢 就是昨天李家超 就是率团出放沙特阿拉伯的嘛 那究竟有些什么人同行呢 首先就是有 港交所就和沙特证交所 签了合作的备忘录的 不过呢 你见港交所的反应就不是很大 其实都很主要是跟时 都算是落到50天才稍见承接 其实都可以留意 不过 未 就叫做未说 啊 传闻啦 再去启动啦 那未 不过 都可以留下 因为其实主要是 你看港交所 主要是看整个大事而已 那除了港交所和沙特证交所 签了合作备忘录 那受邀去徐团访问的 还有人工智能企业商汤 近期大家都去 火红火焰地关注AI 商汤呢 他就也都是跟 沙特阿布道拉国王金融区 和文女赛事管理公司Sella 就签了合作量解备忘录的 会就智慧城市 数字文员等等领域 就是开展深入的合作 那刺激到股价做好了 就是 有线走势上操作上 也是刚才所说的 那因为这种都是 比较大幅波动的股份 那 不要完全说 他很主观觉得 啊 现在这个好劲啊 那反而是看着他的走势去做 那就经家事段 恒生指数报 二买1,202点 跌457点 成交1,292亿 我们去过广告 转头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那看到就说恒子 RSI回到50 可否想一下买恒子红呢 为什么是到50买呢 因为如果你有些说 好超买了 超买一般都会有回套了 那应该是RSI刷售以上买了 不过呢 其实有一些 就是所有方法都可以做到一些数据回测 以我所知 都有人做过 RSI的backtest 不是说一两次 是要一系列的数据 那就 就说 不是很合适了 那譬如我们不做这么详细 这么长的回测 不如只说今次吧 你说RSI 如果RSI70以下 以上去夾它 其实二万一已经夾了 现在才刚刚回去 就变成了有时 它超买再继续夾上去 再 超买再继续夾上去 可能夾了一大轮 不知有没有打了 没有打 可能现在才回到买入位 这样 如果单纯RSI70以上做 现在可以设定高一点80 但有时又未去到 未上到它已经落 上到它又不知再夾到哪 它就不同 真正的 股价或者点数 或者是一个正比 不如看看 如果 不管RSI70 那可不买 梁梓雄呢 我看法就 不太淡 都维持在 今天就没有加减仓 反而又换买 因为本来不是很重仓 那么我一直都是 慢慢加的 类型 如果你看 旗子有没有去扣到什么位置 都可以这样说 都算是穿了1月19日的低位 21393 如果去看看小池 另一个要看一点就是 首先有没有近防守 如果你看旗子整个横行 是穿了21292 如果要摆防守的话 其实都可以摆到21751 就是旗子位 你都可以这样做 有意去试的话 如果一夹就走人 不过 我不算是看得太淡的 都是急升之后的回套为主 都应该合理地 是要有点调整一下的了 还有 不是说 资金有 外资有流出的 那个压度不算很大 只不过是 前排用得很厉害 总会有点回套 Fiont就在看388和2800 回到什么位置可以买 2800就是看恒指 这个都说了很多天 今天不说了 至于388 刚才那里 今天都有些 和沙特签合作的消息 但不是特别提振到 又是 不定什么位置 但譬如回套完再启动都可以 譬如现在是50天线 会不会50天线有承接可以再启动呢 如果要再启动 继续等 不设定一个位置 譬如现在是50天线 会不会很明确 起动呢 又可以参考一下 如何为止起动 譬如 361.6 升纯361.6 那就很明显一点 就是2月2号的高位 叫做第一个阻力 第一个最短线参考的阻力 就明确点 起动上去的情况 我看到Astro 星光看 经常都说 比特币和以太币的ETF 不停地帮忙 帮他们宣传306和3068 都回回一点 但始终大方向都偏是 Risk on 为主 拉回一点 其实你看纳指也是 看看现在最新的期货 纳期都跌着 跌着0.4% Beyond就说941 941是否可以买呢 都有资金又不是跌很多 我觉得反而 反而我觉得因为它 急升 就是好超买 就没什么怎么回 反而我就偷一些 例如你刚才的388 已经回了一段 又回到50天线 那会不会这些位置 可以有承接呢 那当然是今天未了 就是看多两天 反而会偷一下这些 就是后期已经回了 再 回完之后再起动回的 这样那些 所以相对来说 941就真的没什么怎么回 所以这个都是等回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这两天都要看定些 先入市 Beyond说 对了 看定些 如果有个大盘来说 个别股份有些不同的情况 刚才就说到 有些都OK的 那 在看哪几只 2269 375 9 1801 是否炒完这个板块 其实今天都算是逼近市 50天线 有个V弹的 其实可以看多 我觉得 不过就 未必今天立刻 可能看多两天 值得观察 这个都 另外就是 其实我会觉得 之前不是说 很多大股升得太急 其实没什么位置入手的了 所以有这些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我觉得是 但是观察 是不是很明确的 调整员 三七五九也是 你可以在这里 站稳六十个白以上 就是收到在六十个白以上 作为一个 触及五十天线反弹 再起动的一个 就是 不是那么 死 但是作为一个 现在要说定 而可以说得到的一个 量度标准 到时再看即市的情况 1801 其实都OK的 所以 1801 就有 帮客握了 就看这个位置 42.4毫半 就是短线的防守位 就看这里 今天都守得住 市场大跌之下 还有它自己 如果你看单日跌幅都厉害 都跌6% 但是其实 连这个 42.4毫半 这个位置都不破 就是很OK的了 这些我觉得都是值得抗 就看多两天 所以 这几个就是医药 生科的板块 是不是炒完 我就觉得不是炒完的 反而是 都继续值得看好的 只不过是 调整的时候可能 你就是 未有的 等 抠去 看着 看着什么时候调整完 这样去出手的了 还有这个板块呢 我们刚刚就上个星期六 就有个分享会 其中都有特别提到 会看好这个板块的 因为如果你说 现在呢 你去看 譬如我经常说 你在一些的 如果经济不明朗之下 那哪些行业 哪些板块特别有硬性呢 其中就当然是一些 基本的消费品 吃东西 另外就是奢侈品 奢侈品 另一个世界 还有一个很必须的 就是医疗 你看看过去那二十年的一些 产品或者服务的加价数据 医疗的升幅 医疗和教育都是 尤其是医疗 那升幅是 特别强劲的 如果你计算到去 医院的服务的话 过去二十年的升幅是 有超过两倍 二百多个百分比 因为大家也是 不能够说 你无可替代 你不能够说 不用的一些东西 就是作为涉及了生命的东西 很难去不用 加上现在的一个 人口老化的背景 这里就不列出这些图 我们如果上次有出席的朋友 就应该收到相关的资料 因为现在 其实中国的人口 上年是第一次减少 然后人口减少之下 其实你计算数 出生率下降 未来人口老化的情况 就越来越严重 自然特别大的需求产品 都会集中在医疗医药里面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办法 还要继续留意 或者你 这么长远 人口和你这些 很长远 什么时候才反映 如果这个太长远 我们看回现在 短期的情况来看 特别关注首先政策 近期越来越多的产品 包括一些附助生育的产品 今早都有说过消息 不同的医药里面 都特别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多的产品 是 立入国家的医保目录 另一个就是 再简单一点 资金面 其实资金面 都是 偏强 在这个办法里面 就是 2416618 都是 都是 都看好 还有转型 不过 走势不好 走势不好 这个就是 其实又是说了另一个 另一个操作的特别是 不要太多前辰 不要将自己的 看法放得太高 将尊重市场的看法 破了一月头的底纜 都不太行 66618都是 可能 因为 有时候这些事 涉及了比较中长线的东西 但是你短线上来说 它又的确是向下 即是未调整完 要继续调整 这个就不要住 反而你刚才那三只 2269、3759、1801 这些可以 看下究竟 有没有调整完的机会 还有1475 郭靖说说1475 这只都 非常之好 挺喜欢 还有 也是有 帮客握着的 出了 数据 和 头三季的收入 头三季度的收入增加 是有7.8% 去到30.82亿港元 不错的增长 还有如果计算 日清中国 是在 去到 10月31号 至于 头三季的收入 按年增长 是有 23.6% 核心经营日理 是升25% 经营日理升41% 撇除汇率的因素 其来日清中国收入 业务收入升5% 核心经营日理升6% 很大部分都是由 汇率的因素影响来的 当然 不可以不计算 所以都是一个 不利好的数据 如果计算 这个是 刚刚的 头三季度 如果计算 现在的 走势行程怎样 其实是一只走得很慢 慢慢地上的一只 我们现在可以摆到 一路一路推高到的 你的防守位 都可以摆到 在6.6% 这个是 真是 你去看基本因素又好 你去想 现在这个板块上 就是做基本的食品 都好 还有走势也是一个 很强势 走势向上 你拉回长线一点的走势 其实都是偏那些 整个大的走势 都是向上 除了2020年那几年 因为市场比较差 但整体上来说 都是一个 长线向上的 一个大强势的股份 所以什么时候是拿着的 可能他比较 因为有些喜欢 炒来炒去 可能会觉得比较闷一点 但是你说是 坐货 或者 以看着大的走势去做的 这一只其实都是一只 非常之可取的选择 都可以继续拿着 节目时间到这里了 稍后就有一个美股节目的 紧接着就会是 因为 一向都有美股米之连的 星期日 今天那集 我就是去了客串的 大家可以留意了 不要走开了 拜拜 拜拜 拜拜